那讲完了这个前面的这些策略之后 下一个我们介入的时间点 就是当对方要动手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就是选择战斗或者是防卫 假设你跑不了或是无法逃跑的话 那你下一个应该考虑的东西就是去战斗了 那有什么情况下是你跑不了的呢 那包含说假设今天你有小孩 你是一个照顾者 那很明显的大人的腿比较长 一定会跑得比小孩更快 那你可能也很难抱着小朋友一起逃跑 那甚至说他可能还只是个婴儿 你可能推着什么不知道婴儿车 或者说你身上绑的那种背带 那一个婴儿可能你还可以 那两个呢 那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自己逃跑的时候 那你现在下来要考虑的可能就是战斗了 那第二个 如果你碰到的是过程型的劣实性暴力 请你无论如何一定要战斗 因为如果你不战斗 会有更糟糕的事情发生 那第三个 当你需要保护你自己重视的人事物的时候 那你就是需要战斗 那我是知道大部分留学生 可能对于这样子的 怎么讲论调会比较反应感排斥 这点我是完全就是认从接受这一点的 所以说在战斗跟防卫这部分 我也只会浅浅的带过 我不会讲得太深 那我这边也只是说一下 为什么战斗有用 它的道理背后的道理是什么 那首先一就是造成歹徒身体上的重大伤害 使其失能 失去动用暴力的能力 那二或者说你造成了歹徒的恐惧 让他放弃使用到暴力的这个念头 这是为什么战斗有用 那除此之外 就算你没有办法那么强 你采取战斗 你也可以妨碍对方的进攻 替自己创造一个逃跑的机会 至少你可以重新把距离拉开来 或者说不要让他继续抓着你的肩膀 抓着你的手 让你有办法更好地逃跑 或者说你可以避免自己立即受伤 你可以拖延一点时间 这个时候你可能也可以大声呼救 让第三者有机会来帮助你 那这是为什么 我认为大家应该要积极的采取战斗 或者说培养战斗的能力 纵使我知道我这样的言论 不见得大家那么认同 那我也想要针对一些 怎么讲意识形态吗 或者是一种概念上的这个东西 就是想要跟你说的是 真实的战斗啊 不见得一定是很利落很帅气 不见得像电影或像漫画里面演的那样子 可能你最后在地上翻滚啊 你会在那边拖行 有可能你练了什么功夫 你练了什么武术 那最后你不见得能够一拳KO 你不见得能够一招搞定 你可能要好几招才会搞定 那可能过程中你的衣服会脏会破 那你最后你模样搞得有点狼狈 表情猙獰 可是不管怎么样 最后就算你 就是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啊 可能就是把那种 擂台上面的格斗 把它跟这个东西好像绑在一起了 就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把对方 一拳KO很漂亮的撂倒他 让他知道我赢了 所以说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那我在防身里面就不要战斗了 那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因为防身里面的战斗就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避免自己再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只要你避免自己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这就是成功的防卫 就算对方还活着 就算对方根本没有受伤 可是你保护了自己没有受伤 你保护了自己不受到更多的伤害 这就是成功 所以说像有些人说 女生不用练防身术啊 练那些徒手干嘛 又打不过男生 为什么格斗比赛要分男女要分开来比赛 因为体格上有这些差距啊 所以女生练这些都没用啊 那我觉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因为就算他真的没用 他还是可以让自己有办法 就是创造逃跑的机会 有办法让第三者来介入 或者说如果女生真的希望 可以克服性别上这种体格的实际的差距 他也可以选择在身上携带武器 那这也是个办法 那换言之 比较瘦小的男性 可能也会同样会碰到女性一样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终究这个东西跟性别是无关的 我认为任何人 都可以来培养这种战斗的能力 那下一点我们稍微讲到这种 怎么讲 武力等级 那基本上就是非致命武器跟徒手 可能比较偏向是一类 那致命武器 棍棒啊 刀啊 枪啊 这个就分成一类 那我希望 我这边不会再深入谈论更多 那我只想要讲个原则 那各位如果是初学 如果就是刚接触这种防身的这种东西 这种领域 那请你就是理解说 你至少用对等的武力去对抗 那YouTube上面啊 你一定会查到很多什么徒手的夺刀夺枪啊 或者说什么 七步之内啊 刀比枪块啊 尤其之前好像台湾发生这种 袭警的事件 然后你也知道 底下就会有很多键盘战士在那边讲来讲去 讲那些 那我是建议大家 那些东西通通都屏蔽掉 不要管它 因为那个都不是那么重要 那个是特例 那个是当你有了基本能力之后 你可能发现说 你有这个需求 比如说假设你是警察 你真的就必须要处在于 你要职讯 你要去关心 不是关心 你要去盘问那个犯人在干嘛 你需要去接触那个可疑的目标 他们可能有职业上特别的需求 会需要有那样子的情境 可是反过来在我们一般百姓的这种 个人防身里面 我是觉得不用考虑这一点 那会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如果应该说就算你真的想要考虑这一点 那前提也应该是你有办法很有效的徒手对抗徒手 或者说你用致命武器对抗致命武器 你先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那我们再来讨论说 你用比较弱的等级的武力去对付持有更强等级武力的这个歹徒 这样比较合理 所以如果刚刚那一串你都不想听进去的话你只要记得 反正这个东西我们就当没听到就不要管它就对了 不要谁知其物 那总而言之 如果你未来有继续在美国生活 不是只是在这边待个一年 因为很多工卫学院可能就只是在这边 就是只有一年的时间 那假设你未来还有继续的话 继续在美国生活 那或者说你对于这种训练枪械 培养战斗的能力有兴趣的话 那我这边我直接告诉大家 那欢迎你来找我聊天咨询 那我很乐意跟大家讨论这些东西 那如果你不想要培养战斗的能力 我觉得那也完全没关系 那我只最后有个小小的就是请求吧 希望你不要碰到这种使用暴力的场合的时候 无视一切脉络 那你就全盘的否定 阻止他人使用暴力 就好像那种小时候的那种学校里面 小朋友打架 老师就会说一句话说 你不管做什么不能出手 你出手了就是不对 就算他先出手 你也不能出手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再秉持着这种 就是不要再去把这种概念 再用这种概念去阻止他人使用暴力了 因为在他的那个情境 他的那个脉络底下 他很有可能是必须要使用暴力的 那最后也小小的工商一下 那我现在是有在招募有兴趣体验手箱 那个设计的同学 那和我一起到靶场去体验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这个一次是一小时这个时段 一次我最多可以带两个人一起 所以说如果这边有人是夫妻啊 或者情侣啊 那你们可以一起来找我 那我可以一起带你们去 我自己有枪啊 我可以就是直接拿我的器材带你去用 那这样花费也比较少 那我的指导费是免费的 那大家今天在这里 那大家都是台湾人 那我自然就是免费的指导各位 那唯一就是场地费 那稍微会说10或15块 看一个人两个人这样子 那子弹的话 一个人大概会用到一盒子弹 那一个人会用到15美元 所以你可以算起来 大概花费就是20到30美元这样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那我之后在会后 我会提供一个Google表单 那欢迎你去填那个表单 那你填了表单以后 我才知道你有意愿 那当我下一次要去靶场的时候 我会主动来邀请你 跟你协调一个时间 看什么时候去 那毕竟我跟大家可能有些人也不熟 那要是我很冒昧的去跟你说 哎 要不要来打靶啊 哎 要不要来啊 你可能也会觉得 这个你可能也会好像说 哎 他这么热情 我是不是还是就是 不要拒绝他比较好 那我们这边就讲了 我们前面都讲到了 你要拒绝 所以现在我在劝用你要去体验手枪设计的时候 如果你心中就是不想 你就不要填那个表单 你就或者说你问我 你最后发现你不要去 那你就拒绝我就好 我觉得这样就对了 就是不要碍于好像说面子 然后会觉得说 啊 那个 这样好像是不是人家这么热情 我们要做一点表示 啊 不用 我只找这边有兴趣 有意愿来体验的人 那一起来参与 好 那以上就是战斗 关于战斗跟防卫这个策略这部分 那因为我没有讲太多 所以我也没有总结的部分 那也就没有QA 那我就最后讲到最后一个策略 也就是所谓的 我想要问一下 战斗防卫这个问题 就是有一个影片是 那个人从后面接近 对不对 然后一直撬销啊 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又攻击 就是如果是像这种状况 因为这种状况感觉蛮常见的 比如说你如果去纽约什么 很繁衍 然后就真的有这状况的时候 你会就是有没有一些比较简单 大家都很快 比如说你会先转正吗 还是先跑呢 还是怎么样 不论如何 我会确保我的视线 一定可以看到他 应该说在我的理想中 当然这是我的理想中 我也有可能会犯错 变成说他先接近了我 我才察觉到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我先假设最理想的状况下 我远远看到他可能冲着我过来 我可能就折返就跑掉了 或者说我就加速跑走了 所以说我不会让他在我身边这样走走走走一起这样做 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个这种 就是纠缠着你这样的人的话 那我确实是建议你 就是用正对他不要测对他 或者不要用侧向对他 不要背对也不要测对 正对他 正对你至少可以挡啊 至少 对 或者说这个时候你也可以搭配声音叫他 get the fuck out 或者干什么 那不要忘记了你讲你用声音这样讲 不见得会有效果 对方就是不要脸就是很卢小 他要来继续来这边弄这些事情 那重点是你旁边的人可能会发现说 有人有台增冲突 或者是有什么怪事情发生 对对对对对 那可能就会发现 欸其他人可能会说 get out get out get out stay away from him stay away from her 之类的 那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那同时如果你正对他了 那你可以开始在尽量 我们下一个件事情就是要赶快建立距离 对 那包含中 你在城市里面 你刚刚讲到纽约 那可能路边有车 或者说有一些什么 呃交通啊 路啊等等 那你就赶快利用这些东西 在你和那个歹徒之间建立更多的膨胀 对建立更多的距离 那我觉得这是最重要 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人 其实 我是觉得啦 可能他都已经在你视线里了 那所以说 你不见得一定还要在一个多余的转阵的这个过程 你就赶快跑就对了 只是你在跑的时候 不要有犹豫 不要好像说 我慢慢 然后看一下他要不要追过来 你要跑就直接跑 对对对 你要跑你就用力的跑 就算他没有追来 你全速跑也不会因为这样丢脸 对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就是包袱 就是说好像人家没有怎样 你是俗辣这样 对对对对 不要不要 就当俗辣没关系 而且这也没什么好俗辣的 因为 对对对 最后我们会发现 其实为什么那些人会想要假装自己很勇敢 假装自己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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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事 因为其实 其实就是因为自己真的怕 其实 我是这样想啦 你就采取行动 这是最合理的做法 因为 其实如果你去看很多人家一些影片 有些那种感觉很屌的那种什么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美军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好像很屌 可是他们在讲这种防身议题 或者说我去靶场上课 那边有很多退役的军人警察 他们讲的就是说 我要是看到情况不对 我第一时间一定先跑 对对对 不管怎么样 就算我是警察 我也可以先叫backup过来 然后再来处理 拉开距离之后 你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除非说 除非说那个犯人 现在正在进行伤害 那作为警察 他们可能有那个宣誓 他们有那个义务 必须要去保护 他们必须挺身而出 可是如果不是那个情况下 我们套用到比较接近 个人防身的这个 一般百姓的个人防身的这个情境的话 那对啊 我觉得跑反而是 比较勇敢的那一方 因为他选择采取行动 对 那我觉得这样的积极的 这个思维是比较好 所以我自己是比较不喜欢告诉你说 你跑有什么关系 被人家当俗辣有什么关系 这我反而是比较否定的 因为我觉得 你多了一个这样的念头 就等于是在你未来的时候 你就多了一个 让你不想要行动的那个障碍 所以我觉得从现在这个时间 我们就把这些障碍都先弄掉 这没有什么好丢脸的 你成功跑掉了 或者说你跟他稍微挣扎一下 最后你跑掉了 我觉得那个都是非常非常值得赞赏的事情 因为我看了很多的这种 监视器画面的这个事件 里面大部分的人 都是被打得非常非常惨 如果你只是轻轻被推一把 然后你跑掉了 我可以告诉你 你那个最后你的那个result 是里面的前段班 因为你几乎没有受伤 你只是被推一把 或者说好像弄了一下 可是你没有被打到什么脑震荡 你没有被打到什么内出血 你没有那些内脏脱锤的什么状况 你没有那些东西 你在这么好的 你已经达到了这么好的结果 然后你还要说自己是一个loser 是一个俗辣 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的 了解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设说 譬如说两人同伴 然后其中一个人被牵制住 然后现在已经没有这状况了 那你对这个伙伴有没有什么建议 就是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就是两个人同行嘛 其中一个人被牵制住 被最代的牵制住 是 有没有什么就是 因为总不能那个人就赶快跑 那这样 那这状况比较复杂一点 我只是说 蛮 applicable到很常见 如果说那个是你的孩子的话 那当然你一定会去救他 那我讲一个比较有点嘴炮的东西 如果那个东西是你的朋友的话 那基本上这是一个考验友情的时刻 那 看多好的朋友 对就看多好的朋友 那 你说我们就先假设他是你的重要他人 好不好 就是你不愿意跑 那你一定得要采取战斗 那这是肯定的 那可能他就是现在可能在 轮泉在伤害 譬如说 对某个人 那我认为你应该就上去帮忙 然后同时就是 你也可以呼救 那当然以我的case来讲 我在申请吸枪证 对我来讲 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会拔枪解决 因为那很明显就是 我和我的重要家人 正在受到致命的威胁 所以我选择用这种方式 那我不太认为说 当你的重要他人在那边的时候 你有什么比较 他已经不存在什么转还余地 或者说什么比较好的方式 你要是跑掉了 他最后要是对方也活下来 你们之间的感情也有裂痕 因为你是一个在关键时刻跑掉的人 对吧 那对 所以我会 这也因此 我一开始在讲到这个战斗防卫的时候 所以我就说到说 假设今天你是一个照顾者 你身边有其他人的时候 那 这个可能对你来说 会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还有没有人 我准备还有没有其他人 我那边有一个很便宜的子弹 这应该不会进去你的影片吧 你想要我删吗 还是说这段有点威胁就保留就算了 毕竟今天的这个怎么讲 资讯量应该是很大的 所以我喜欢在中间差一点就是闲聊 让我们这个 稍微大脑休息一下 我自己是觉得资讯 我应该再看一次 谢谢 Marelle 你是不是有问题 我有疑问就是刚刚有说到 就是用同等的器械跟同等的方式去面对那样的攻击 但是对于不熟悉 不熟悉刀具的人也是同样的建议 因为感觉总是听到说这样很容易被夺刀 然后让对方有更多的武器可以攻击你 好我直接回答了 因为你已经说到了你不熟悉怎么使用刀具 所以你的那个武力等级跟他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仍然没有用 你没有用到那个等级 也就是说我那边的意思是说 你既然要在身上带刀 那你就要培养那个能力 如果你不培养那个能力 你只是把他当成护身符带在身上的话 那就当做是没有这个能力吧 这样子希望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所以就像你说的 在美国的一些枪械的这种论坛里面 他也会说假设 有些人很喜欢买那种很贵的枪 然后带在身上 那他们都会被戏称叫做loot crate 就是打游戏吊堡的那种人 就是事情发生的时候 那他身上的东西是被抢走 那我觉得你这样的那个 那个担心跟合理是很是是存在的 也有被讨论过的 那结论就是get more training 我觉得这个很有很有 因为感觉大家都会说 哎你就带一只刀子 但是带一只刀子不能解决问题 是说难道你是要 除非你是要成为坏人吗 那可以吧 你就秀给他看 而且 不然你根本没有办法 而且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 你戴的刀子的话 代表你要用他吗 那你要用他的话 你不是要跟他在更近的距离上面用吗 那你真的有希望要用到这个事情吗 这是很多在身上带刀的人没有想过 他只是想说 反正我亮出来对方就会怕了 那我觉得这样是很危 就像就像刚刚提问说 我觉得这样不好 这样是危险的 因为你并不具备那样的能力 那样不能被视为是同等的武力 不行 那等于说最后你在roll the dice 你只是在看对方有没有可能会 怎么讲 被你吓到 被你唬到 然后放弃你 可是那个并不是一个可以 依靠的 不像我们前面说的这种知识 或者说能力这种 可以依靠的东西 这只是一个 你也不知道 搞不好他到那个时候他要克要了 你说他是 你把它当成像是护身符 对啊 只是护身符 在关键的时候 这个lock会在你这边 就是他就会被你吓跑了 这样 这完全没有任何事实根据 而且 也没有 也跟他的动机无关 就是你觉得好像这就有用 这样 而且我觉得有个更 更 让我觉得一个难过的事情是 护身符 人们把他带在身上的时间 可能比武器还要多 有些人买了防狼喷雾 可是最后收在那个抽屉里面 你要是真的是身上挂一个防身 那个护身符 你搞不好戴在身上的时间 都还比防狼喷雾多 所以我会建议各位 如果你真的希望在身上带武器啊 在这东西 除了你训练 第二个就是你要戴在身上 不然你放在家里的柜子里面 然后你出门又不带他 那他连护身符都不是了 对不对 我想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刚刚像您讲 就是说 其实带防狼喷雾 我觉得就是 就也是一个很大的方式啊 对啊 就是因为 因为其实战斗不一定 一定要taining 就是他不是一定要taining过的人 因为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他不是说 就像我今天学了武术 我其实有学过 但是其实我一样在身上放了防狼喷雾 因为很多时候是你没办法用 真的靠打就是打了你人家的 对啊 但是防狼喷雾 你带把刀子 你可能不一定能够捅死别人 或者是你能够挡下什么东西 但是 带防狼喷雾是 你可以让人家瞬间失能 而且那是你不需要任何 任何体能的一种 一种做法 对啊 所以其实我是很推荐 就是说 就是我有些朋友 甚至在台湾的时候问我说 如果真的遇到人家抢劫 要怎么办 所以你去买防狼喷雾 因为尤其在美国 像台湾其实都不是禁止的 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很有效的 的一种做法 对啊 我觉得是啊 那既然这样的话就是 确保一直都在他身上 就是 对啊对啊 不要不要在他身上 就是挂在包包上或哪里的 其实就是让你好取得 如果真的遇到的事情 我不太建议放在包包上 因为放在包包上 太慢 我是建议最好就在口袋上 尤其你要想你那个时候 是紧张的状态上 你需要一个马上拿到的东西 你不太可能碰到了 可能 哎我把这个 你在你的身边可以拿得到的 对对对对 那此外我还是会建议 外面有一些防狼喷雾的课程 那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去上 就算你是一个 我觉得你有练过的话 你可能比较没问题 可是很多人他买了防狼喷雾以后 他可能从来没有喷过 他不知道那个实际的距离 还有那个喷出来的那个液体 他的轨迹长什么样子 那或者说有一些技巧 那譬如说你可能前面可能还是要有一只手 去保持一个距离 不然对方也会来抢 就是你手中的防狼喷雾 有很多这些有的没有的考量 然后还有你瞄准的位置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有风 那你可能你会更希望瞄准他的额头 让那个辣椒水慢慢流到他的眼睛里面 然后还有你那个解除 不管怎么样 你今天就算对那个东西不熟 你有一个方法可以去fight是好的 这倒是 不可以是 不可以是一个完全就是说 你认为今天自己媒体 没有turning过 没有任何的防备的情况下 你就是放弃战斗 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没错 没错 感谢你的补充 这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 很多人在台湾里面 就是在住在台湾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 就会觉得那干嘛 搞这些东西 神经病 可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发现 我需要 可是这个时候才那种说 又觉得我又做不到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就是不太好 那我听到有另外一个人 也是抱持这样子的心态的话 我也是觉得很欣慰的 所以 就是不要只是想说战斗一定要付诸 我一定要打他 我一定要汇放证数什么的 要有一个自己能够想说 我真的遇到事情 我能够去fight fightback的方式 就算我对他不熟 也能够轻易的使用这种感觉 是啊 就算现在真的做错了 我喷歪了 总比完全没有任何抵抗 还好很多 对啊 对比没有任何抵抗 还要好很多 是啊 是 那我补充一下 我那边有一批很便宜的防风味吧 等下就放到连接下来给大家订了 哈哈哈 不错不错 我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很多人会反对就是你那个说战斗或防卫 嗯 的原因通常是因为就是怕就是歹徒会因此就是被激怒还是怎样就是导致更严重的后果 那你对这种这种论点是你的想法是怎样 我的想法是我们要看的是他知不知道那个过程型跟资源型的差异 如果他告诉你碰到过程型 你也要用一样的论点说怕激怒他你不要打他 那我相信这百分之百是错的 可是等一下我们会要讲的策略是服从 那我会说其实从数据来看的话 如果你碰到是抢劫 你选择服从不见得是错了 有可能是真的可以保命 所以说我的回答就是 那要看那个人他知不知道有分资源型跟过程型 或者说一样他就算不了解有这两个名词 他心中是不是有那两个不一样的情境 让你去说某一个情境下面这样子 另外一个情境下面一定要fight back 如果他是无视这两种情境 只是告诉你说你绝对你永远都是要投降 你永远都是不要fight back 你永远不要战斗 那我觉得这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希望这样有回答到 对我刚想到就是关于庭卫第一个问的问题 就是说那个影片 他就是庭卫那时候问说遇到那种状况 要怎么做吗 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的都很对 但是我只是想要补充一下 就是说如果今天他真的就是在你旁边 你真的就是已经反映到说他已经在旁边了 然后才是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其实不一定真的是逃得掉的情况下 我觉得第一个时间要做的事情是避免自己在第一时间会被人家击倒 就是说你要有能够就是比如说距离他稍微远一点点 或者是你已经针对他手已经可以举起来抱头 而不会被他在一瞬间的瞬间 你就已经打一拳你就倒下去 这是最危险 你只要能够不在第一时间被击倒的情况下 就还有时间跑 我只是想补充这个 就是说你说要先接得了一拳这样 对就是你不就瞬间就被他失能了 对你能够靠舌 跟他撂倒你那一拳你就完全就爆了 对保护自己的下巴之类的 不能第一拳 他虽然可能在你旁边他已经可以攻击你了 但是你不能在第一时间你就没机会 让他变得很容易就直接一倒一拳打 对对对对对 是啊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在第一时间被人家打死 对 没错后面才有转还余地 他还有机会 他还有机会再去改变情势 没错 还有问题是请 我有一个疑问 虽然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没有很强烈的关系 但是我想知道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在面对什么样的威胁下 你会选择做致命的攻击 因为对女生或者是弱小的人来说 就有时候会觉得假如对方没有死的话 都还很危险 所以就是会觉得假如不是致命的攻击 如果没有攻击到要害就是 会是无效的 然后反而会让我更恐怖 更恐惧对方的接下来的行动 你这个讲的真的是非常specific 所以你指的是你用枪吗 还是你用刀 我可能要多收集一点资讯 我才有办法比较好的回答你的疑问 我们打射用枪 我这可能跟我的能力没有关系 因为我记不 我就没有使用刀枪 我只是一直很好奇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可以做致命的攻击 就是自己的性命受到威胁的时候 抱歉我应该先这样讲 其实你现在就可以出 我这样讲可能有一点政治上不正确啊 可是物理法则没有禁止你现在就出去外面杀人 所以说你说什么时候要用的话 我们要先认知到一点 其实我们在讨论的东西是 法律上怎么样用的时候 可以主张这种当反胃 我可以这样解读你的问题吗 还是你想要说的是一种意识性 因为想难听一点 就是只要你想你现在就可以 我猜他想我们的意思 应该是比较接近说 就是以你的标准来讲 你会用怎么样来判定说 你这个人可以施加 他想要参考你的criteria 说这样的criteria make or make sense 这样好 基本上我自己的criteria的话 我可能 抱歉你让你先补充 我先不要讲 让你先补充 让你先补充 是因为就我的出发点 就是对方不管对我进行任何攻击 都很容易是致命的攻击 所以我会觉得致命的攻击范围很大 或者是可能下一个瞬间 他就会变成致命的攻击 好 那对我而言 我从我之前的经历可以看到 你也可以看到我倾向的都是 在事前就回避掉 所以说我比较不会有那种需要去思考 诶 这个人会不会之后变成致命 或者说那个人来跟我说 诶我要是拎着那个大包小包 他要不要来帮我 我这个时候是不会掏枪打他的 那当然我会使用致命武力的重点是在于 对方已经对我造成我或我重要他人的这种生命威胁 那我毫无疑问的就会使用 譬如说 对方如果手上拿着枪走过来 这个不用等直接开枪 那这个因为他手上拿着枪 那个明显是违法的这个事情 所以可以就杀他 或者说今天假如这个人 他扯着我的头发要干什么 我一定杀他 或者说今天这个人拿着刀子指着说 诶你钱给我交出来了我就杀他 今天这个人如果对我老婆 就是他要抓了他的头发 他对他做刚刚那些事情 我一定杀他 那我希望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人 还只是在跟我讲话 还在干嘛的话 我会做的事情 可能是我手按在一些我的武器上面 我做好准备 然后我跟他保持距离 然后我跟他说诶 这里没你的事走开 那我可能会这么做 因为我在这个当下 我已经做好了随时要切换进入到说 使用致命武力的这个阶段 所以我前面我要去拒绝他 我跟他说保持距离 这一段我会觉得是很合理的 因为他也还 就是我不会怕说我告诉他走开 他会突然爆发 因为他要是突然爆发 我随时做好准备 那他要是他放弃了 那他就捡回一条命了 大概是这样子的思维吧 所以当你说对方如果看起来 他只是之后要变成致命攻击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 那你就尽量赶快跑 离开歹徒的影响圈 如果说你都那么卖力的跑了 他还要追上来把你抓回来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就是致命威胁 这个时候就是你应该要 使用致命武力的时候 我觉得紫瑞讲的很对 就是通常我们可能都会去否定 自己的知觉 但其实自己的知觉蛮准的 就是当你觉得说 这已经快要危及到我生命了 不要再去解释说 有可能他还是温良恭敬让 他从小读论语什么的 这样不可能 他就是要攻击你了 你的知觉是正确的 就算读论语他还是逃墙打人 所以刚刚说什么 抓头发抓住你的肩膀 把你弄到墙壁上 那个都是可以的了 因为就像你说的 那个有可能就是后续就是致命的 因为你今天你的客观条件上 像你说的你是比较弱小的族群 从法律上来看 或者说从大家的这个 舆论上来看的话 也都是一个合理的这个状态 所以不用那么担心这个 其实我觉得回答没有帮助 因为像你刚刚说的拉头发 或者是抓住你的肩膀 或者是我在逃跑 他还是追着我 原本我会就是会犹豫说 我人其实还没有受伤 可是我会觉得下一步就很危险 对对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可以 对所以真的是你的直觉 其实要相信你自己的直觉 虽然说你不能用你的直觉去主动伤害别人 但是当别人要伤害你的时候 直觉通常是蛮准的 是 谢谢廷伟的补充 那我其实有点出乎我意料 看来大家好像其实比较想要讨论这一部分 那还有没有人想要再多聊聊这部分 呵呵呵 你应该站住就这样 好好反正最后QA 很有興趣 最后QA 还有那个的话我们可以再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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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